The Gansu province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isterh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Occidental Mindora Provincial Government. 菲律宾中国甘肃总商会创会会长施志峰等同仁,与甘肃省友好代表团一行六位领导,于2024年6月15号专程前往西民多洛省曼布劳市,与该省政府举行签署友好省气关系意向书一事。 甘肃省由代表团团长,甘肃省政府外事办党组成员,省对外有协专职副会长梁宝平副会长代表,西民多洛省由加迪亚诺省长代表双方在一项书上签字,一项书分别用中英文写成,于6月15号生下。 为了增进中非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,为进一步推动两省和两省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互利合作,经过友好协商,双方同意签署建立友好省关系意向书。 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,双方共同推动两省在经贸、文化、教育、科技、旅游、体育、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,增进人民福祉。 双方共同推进项目合作与民间往来,将进一步加强了解和友谊,待时机成熟,将共同制定并签署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,建立正式友好省关系。 一项书签署后,甘肃省代表梁宝平副会长和西民多洛省加迪亚诺省长也先后致辞,承诺遵守和履行一项书各项条款, 共同为促进中非友谊贡献力量。 期间,播放了介绍甘肃省和西民多洛省两地发展情况的视频,并观看当地民主舞蹈表演,最后举行了开放论坛和聚餐。 西民多洛省出席活动的有省长、副省长、众议员等该省各级官员20多人。 甘肃省方面出席的有甘肃省政府外事办党组成员,省对外有协专职副会长梁宝平,省文旅厅党组成员,副厅长严永强,省清河中心二级巡视员丁永鹏,省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,副总经理刘军勋,省对外有协有城工作处处长康广红,省政府外事办英文翻译李金玉, 菲律宾中国甘肃总商会出席的有创会会长施赤芳,执行会长王宝军,副会长董斌等。 Chinaton News,非中新闻台,综合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